新北市万里区的公有市场 因为建物老旧 市内还有许多漏水的地方 摊商苦不堪言 虽然说经过多次的会堪改善 也没有办法根据这些漏水的问题 为了要彻底改善漏水 市议员张景豪特别邀请了各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进行会议讨论 希望能够推动市场改建 并且针对新建物重新规划空间 万里区公有市场建物老旧 虽然有经过外墙翻新拉批 不过内部多数漏水 让摊商是苦不堪言 现在来到公有市场 还可以见到有摊商边做生意 边拿着保利笼来接水的情况 为了要彻底的改善这样的问题 市议员张景豪也邀请相关单位 进行会议的讨论 希望能够推动市场的改建 早期市场到现在 从相公所年代一直到现在 也是好几十年 那我一直想要改善 这个停车位是我们外里很大的问题 市场老旧也是很大的问题 市场不只是会漏水而且会漏电 那在去年的时候 侯市长也到下乡了 我们也把这样的事情提供出来 那市长这边也很用心在规划当中 所以在我想积极的加快脚步 让我们的市场 民众进去买菜的时候 可以得到很大的安全保障之外 如何创新跟改建 改变我们市场原来的风貌 让更多的观光客 可以接受我们的万里零售市场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我们都知道万里市场其实两万多人的人口在万里市区 可是最热闹的地方 我们的万里市场还是很萧条 那看到里面大概剩下五六摊左右的一个 就是一个市场规模 其实看起来蛮不舍的 而且这个存在了几十年了 那我们今天找城乡局跟金发局市场处一起来讨论 是不是可以在我们万里的最热闹的这个万里市场这里 做一个重新的改建 把包括地方的需求 像停车空间啊 或是素食餐厅 然后再加上一些多功能目标 把它一起把它纳进来 在这个市场里面 据了解万里区工有市场的漏水问题 已经会堪改善多次 不过也因为建物实在太过老旧 悄悄补补依旧敌不过水的传透力 甚至还有一处的漏水是直接顺着管线流下来 整个便电箱都因为漏水而生锈 看起来是相当的危险 而为了民众的采买品质与摊商的安全 市医员也希望能够推动改建 并且让新的大楼重新空间规划 做更有效的应用 那今天的结论大概就是 我们会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那我会在开议的时候 找侯市长来建议这个区块 希望尽数能够把我们的一个万里的市场 做一个重新的改建 那这个改建其实是希望可以繁荣我们万里 那当地的人需求以外 如果入过的观光客 也可以停留下来 消费当地万里的一些产品 万里工有市场临近老街 但因为建物老旧 陈珠的摊商是越来越少 多数都直接在老街边摆摊 而市议员也期待透过推动改建 能够让这栋本来繁荣的公油市场复兴起来 并且有更多元的空间规划 例如万里里的集会空间 或是有连锁民店的招商进驻 期待借此要让万里变得更加繁荣 计较平和万里采访报导